这里直挂目的岗之服务 以目前两座航下 年旅客量已逾两千万人次 尖锋小时可达九千人次的超密集数量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原是每一位旅客都是独一无二的上宾 提供最细腻、效率及便利的服务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在两航下间交通方面 设置有旅客自动电车输送系统 及环场巴士可供搭乘 航下间之交通更新完善 每一项最新领的服务 最先进的设施 都是针对日复一日 频繁进出的旅客所设计考量 在出入者的需求得到及时 贴切的满足时 也将充分感受到台湾特有的代客之道 全心全意的热情 此外 航空科学馆齐备的专业展示 兼具教育性、启发性、娱乐性 亦是为旅客增添另一种乐趣的休闲空间 2005年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年货运量已达170亿万公吨 这不仅说明台湾在国际贸易市场 置于重要的地位 也清楚呈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在相对的提供航空货运服务的值与量 也与时并进一再提升 建立业者竞争制度 并提供客户选择权利 在机场货运区内 设置两家航空货运集散站 分别由华储公司及长榮空运仓储公司经营 国际快递公司联邦 FedEx 优比苏UPS 亦在货运区内设置转运中心 提供更便利多样的空运服务 对活生动植物 水果 水产品 及现金 黄金 等急需快速通关货物 提供两个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机编验放货物通关仓库 严谨的大型全货柜X光机检查 保障航机货物运送安全 机场外并有永厨与远翔两家货物集散站 更进一步的 占地广达45公顷的桃园航空货运园区已兴建完成 并经核准2005年年底正式启用 未来将以自由贸易港区机制 提供国际生产大厂 贸易公司 国际物流厂商一个挥洒的空间 而此园区的启动 预计也将使本机场年货物处理量 推向300万吨高峰